我們看這個觀念27.1 他說如這個圖 這是A圖 起初開關是打開的 接著把開關閉合 閉合以後的話 假設這個電流叫I1 通過這個電流叫I2 通過這個電流叫I3 經過一段長時間以後 再次打開 再次打開時 它會通過I2的電流方向為合 好 現在這個的話 我們把它閉合以後 我們來解這個微方程 解出來的結果是這個 當然我們是設定一個初始條件 這個初始條件就是說 因為一開始閉合以後 這電流變化是無窮大 電流變化無窮大的話 在這裡的話 這個電壓幾乎是無窮大 所以這電流的話 幾乎等於0 也就是等於斷路 這裡斷路 斷路的話 這個電流幾乎是從這裡跑過來 所以當你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時間等於0的時候 那麼這裡的電流跟這裡的電流是一樣的 一開始的時候 I1會等於I2 等於多少 就等於這兩段的電壓是H50 那根據歐姆電力 H50是等於多少 I2 R是整個R 就R1加R2 當然I3是等於0 一開始的話 這裡沒有電流 那就是符合我們的結果 你看 當你時間等於0的時候 它的電流是這個 R1加R2 這電流等於0 時間等於0的這一項是1 1-1就等於0 因為這個結果是我們是假設這裡電流等於0 得到的結果 好 那第二個 就當你時間是無窮大的時候 時間是無窮大的時候 這一項就等於0 這一項的話等於多少 等於R1分之H0 時間是無窮大的話 時間是無窮大的時候是這個結果 時間是無窮大 然後它的這個物理衣什麼意義 就是說 電流就穩定了 那電流穩定的話 這裡就沒有電流變化 就沒有磁通那個變化 所以這幾乎就是短路了 那這短路的話 電流全部從這裡流過來 所以這裡的電流就等於0 I2的話就等於0 然後呢 這裡的電流跟這電流就一樣了 I1就等於I3 那因為這個通過電流 只通過一個電阻 所以它電流當然就是S0 除以免豆塞 除以R1 也就是說 我們可以做兩個圖 一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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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閉耳上去的時候 它的等效電路圖的話是這樣子 一開始的時候 等效電路圖的話是這樣子 這是R1 這是R1 這是R2 這是R2 所以這裡電流 這是 這是R1跟R2一樣 R1跟R2 等於S0 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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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的電流 I就是S6N S6N 就I1等I3 這I3 這I1 然後這是等於I 這屬於RE 他說 當我這裡段路的時候 段路的時候 這裡什麼呢 這個時候因為這裡有儲存的電流 這裡有儲存電流 一開始電流是多少 是RE分子S0 這種回路我們之前解過 等於這裡是R2 一開始有I0 I0現在是RE分子S6N 到最後的話 電流會衰退 但電流衰退它不是立刻衰退 電流衰退 它的I是等於多少 I0 E的都什麼呢 負的 L分子R2 K 所以一開始這裡的電流 是由這個什麼呢 這個可以把它看成什麼呢 看成是電源 這電流是由這個電源提供的 它的電流一開始是I0 是這個樣子 好 接下來我們來解這個 解這個結果 所以它的那個電流是這麼多 它的方向是這樣流的 所以是這樣流的 所以 你在把它拿開以後 電流方向是往這邊 電流方向是這樣流的 這個的話是哪個圖 是D那個圖 電流的話 這是D那個圖 電流是往這邊流的 好 現在我們來解這個東西 我們看 這個方向是 這個結果我們是怎麼得到的 我們就把它閉合 閉合以後 我假設這裡的電流是I1 這電流I2 這電流I3 那我根據那個科系客戶定領 我給它繞一圈 電位這樣等你 我從這裡開始跑 從這裡跳上來的話 電流下降 是I1 R1 從這裡跳下去的話 電流下降 是I1 R1 從這裡跳下來 電位又下降 I2 R2 這等於0 就從這裡跳到這裡 另外一條路是這樣走 這樣走的話是S20 減掉多少 I3 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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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簡單說 電流如果是往這邊的話 電壓就往這邊 等於0 等於0 L B I3 DT 等於0 等於0 另外一個的話 電荷要熟 進去的電流等於出來的電流 所以 I1 它會等於 I2 加I3 好 那我現在把I1 跟I2 代掉 代成I3 好 這怎麼代呢 我們現在來看這個 這個 這個 I1 把它代成I2 跟I3 這是S20 減掉都啥呢 I2 加I3 R1 減掉了 I2 R2 等於0 加I2 那這樣我I2 就可以代掉 這有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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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它移過去以後 變到 R1 加R2 R2 R2 它會等於 H0 減掉 R1 R3 所以 R2等於多少 等於 R1 加R2 I3 分子H0 減R1 I3 好 這個 I2 算出來 那再把它帶入這裡 I2 算出來的話 那I1的話 我也可以把它帶成I3 現在就是 R1 加R2 分子H0 減R1 I3 再加I3 然後現在也要通分 就R1加R2 要算一下 這個R1I3 加多少呢 R1加R2 I3 然後R1和I3可以消掉 所以算加多少呢 R1和R1加R2 S0 加R2I3 這個結果把它記住 這個結果把它記住 就是 等一下代換 R1等多少呢 R2就這個要記住 R1 這個結果 等於這個是 R1加R2 我們這個H2 減掉R1 I3 那我現在把R1代掉 R1代掉以後 就變成多少 這個是H2 減掉多少呢 這是R1 這是R1 R1這個是 R1加R2 我們這個H2 加R2 I3 要稱之R1 減掉多少 減掉 減掉 Di3 Dt 等於 然後我給它變號 A1我把它寫在這裡 每個刻都要忘記 R1加R S2 加R I3 好 好 那這樣的話 戴進去 這邊有多少 我給它加個戶好 那就是 L Di3 Dt 它要加一次項 加上多少呢 R1加R 我們這R1 R2 I3 H2 然後你再有多少 再來呢 那個加上常住項 這樣多少呢 這個H2 已經變號 加上這個H2 那多少呢 R1加R 我們這R1 H2 H2 R1 就是R1 還要減掉1 減1 等一等 這個等到什麼 這個是等於 R1加R2 我們就-R2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得到 那我就令這個叫做什麼呢 叫做A 現在的話 會變成是 LDI3DT 我认这个RE 我认这个RE加R2 分子R2 我叫做A 等A 那这样怎么办 等于是加上REA I3 那这样多少呢 减掉了 减掉H2A H2A 这个等于 好 那现在就解这个二分汤 好 刚才 我就把A 把L出过来 叫DI3DT 那这个多少呢 L1是REA I3 剪L1是REA 再等于A 那这个 我要抽出什么呢 这一个我又可以抽出L1是REA 那这RE3 剪掉多少呢 H2A 那处理多少呢 处理REA 除以REA 你看吧 这个约掉了 约掉以后就等L分子A H2A L分子A S2A 那就等于解这个微方程 好 现在 我这个 给它加一个什么东西呢 I3 剪掉REA PT PT 那加多少呢 L1是REA I3 剪掉REA 这个小子 这等于0 那这个二分汤 我们会解 所以我令它是等的 令它就是 I PLAN 我令它叫I PLAN 我就是I PLAN 令它是等于 I3 减掉REA 0 那这个微方程 就简化成多少呢 简化成 DI PLAN DT 加L分子REA I PLAN 等于0 那我把它移过去 把I PLAN除过来 就得到什么呢 得到DI PLAN I 等于多少 负得多少呢 L分子REA DT 那我现在两边给它积分 两边给它积分 是从I0 PLAN到I PLAN 所以这个是 积分GY就变到N LN LN 这个是I PLAN I0 PLAN 这等于负 L分子REA 那从0到T 时间从0到T 那这样我就知道 I PLAN 等于什么 I0 PLAN E的负 L分子REA T 这个 那I PLAN 就把它带回去 就变成多少呢 变成是I3 剪掉多少呢 R1分子H2 更多少 I0 PLAN 就是R103 剪掉R1分子H2 那E的多少呢 L R1 那A的话把它带回去 A的话就是 A是不可能 R2 R1加R2 那这有护号 然后T 好 那这个我就把它插掉 所以这个结果都做出来了 R1 R1 剪掉多少呢 R1分子H2 那再加多少呢 R1 03 剪掉R1分子H2 1的多少呢 L R1加R2 R1 分子H2 R1 R1 R2 好 那我现在带初始条件 初始条件 就是说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电流等于0 就是I03 我令它等于0 令它等于0的话 带初始条件下去 那这个就等于0 那这个就等于0 多少呢 R1 分子H2 就抽出来了 1-0 多少呢 1的 L R1 加R2 或R1 R2 R2 好 那I2 I2的话呢 I2是在这里 我们来找R2 我们来找R2 R2等于多少 R2是等于R1 加R2 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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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 S6 R2 S6 S6 S7 S7 S8 S7 S7 D C 這結果就得到了 這個跟這個就消掉了 剩下後面,那戶不得正了 所以就變成了 R1加R2 我們這個會是哪裡 E的多少 L R1加R 我們就戶R1 R2 R1加R2 這個是最後的結合 是R3 這是全部的結 從頭到尾的結 你把它打開以後 就另外一個V1方程 另外一個V1方程 是我們之前解過的